号称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南海美极礁和猪壁礁 为什么吹田时要剩一个口子呢 我国为何又要建造这些人工的岛礁呢 如果感兴趣就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南沙群岛古称为万里古堂万里长堤 是我国的南大门 俄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 中国在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当中 就有21条需要通过南沙群岛的海域 这样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也就意味着其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 我国在南沙群岛建造美济礁永属礁和猪壁礁三大人工岛 这三者在南沙腹地形成了大三角 也在南沙腹地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守护中国的安全和主权 2015年 我国对美济礁进行吹沙填海 仅仅耗时了一年 美济礁就从一个贫瘠的岛屿 成为了一个建有美济礁机场 并具备有完美的水域基地的海上城市 美济礁没有地下水源 为了防止被境外势力封锁海上的运输路线 中国南方和海南航空公司的两架客机 时刻备着 美济岛的补给可以由中国内地迅速地输出 除此之外 美济礁建筑材料堆积如山 2018年还成立了中科院岛礁综合研究中心 如今 美济礁已经是南海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了 珠碧岛是从2015年7月开始建设的 它的外形近似离形 在进行吹沙填海之后 中国又在珠碧岛上建设了珠碧灯塔 珠碧农场 渔业基地和渔民服务中心 这些建设不仅提升了应急救援的能力 也方便了渔民们在南沙作业和生产 渔民们可以在岛上享有救助 医疗通信等服务 也有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可谓是应有今有 美济礁和珠碧礁的吹沙造岛情况 虽然基本完成 但却剩了个口子没有吹田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战略位置相当重要之外 其本身的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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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们先前了解的蔬菜水果 机场等建设之外 岛上现在还建立起了体育场 酒店等娱乐场所 岛上建造有太阳能发电机和风力发电机 等大量的发电装置 在岛上的一些地方还建设起了商场 人们可以在闲暇之余逛逛街 逛街结束后可以在傍晚欣赏海岛的风光 看看风景优美 犹如马尔大夫般的美极礁 很多人会以为在岛上 最困难的除了生存问题 还有网络的问题 毕竟现在是互联网信息时代 没有网络就相当于与世隔绝 而这个问题在2016年得到了解决 移动运营商在美极礁上覆盖了四具网 这直接让岛上工作生活的人 可以畅通无阻和外界的人 通电话视频聊天等 美极礁和珠碧礁便利的设备 独特的自然景观 再加上舒适的生活节奏 谁会拒绝这样的度假生理呢 或许度假游览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它的时间 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力量 相信美极礁和珠碧礁的战略意义 远远不止我们所了解的这些 希望这些人工岛 在保卫中国领土的同时 可以发展的越来越好啊